你每天搭捷运通勤吗 有没有想象过 捷运车厢里面 每天可能上演多少动人的生命故事 天座之和剧场推出音乐剧MRT 故事的场景就设定在台北捷运车厢 120分钟有三出戏里 有旧情人巧遇 有陌生人偶遇 还有老夫老妻不离不弃 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和际遇 希望能够唤起都市人 埋藏已久的记忆 还有心中的温度 好久不见的旧情人 时空交界的陌生人 守护记忆的末班车 三段相遇三段故事 在台北捷运车厢上已一上演 这是天座之和的音乐剧MRT MRT这个剧名表面看起来就是捷运 事实上我们重新赋予它的新的意义 MRT MEMORY REPLAY TRACK 记忆重现轨迹 第一段好久不见故事描述一对八年前不欢而散的情侣 在捷运车厢相遇又在道别的过程 女主角张诗盈透露 每一次的排练都让她忍不住落泪 其实她在提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失去 其实不管过多久你只要再碰触到她 一定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过 然后很悲伤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所以让我每次看这个剧本我都会觉得 可不可以 像昨天我们走了一次整排排完之后 我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 老太佛 这到底是哪里啊 末班车则描绘一个老奶奶与罹患失智症的另一半 不离不弃的动人故事 超龄演出成了男女主角的最大挑战 因为我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他必须声音有点点微调 我本来是一个男高音嘛 但是这个角色其实就要有点点 中低以下的声音 所以我在诠释声音的部分 其实我的方式有点做转换这样 交界的故事则是从一个单亲妈妈和职场失忆的陌生男子受困断电车厢开始说起 三个生命片段三种微妙的人际关系 希望能唤起都市人心中的温度 我们希望唤醒台北都会人 甚至所有都会的人们的所有的记忆 还有你跟其他人的交汇 这些轨迹 有一些你跟人与人的关系 也许你觉得是永远无法交汇的平行线 可是有时候你们交汇了 你们必须各自离开 那anyway我们都必须要诚实的去面对所有的人际关系 然后呢不要忘记你心中的温度 开放式圆形旋转舞台打造成台北捷运车厢 MRT邀请观众走进月台展开三段充满温度的旅程